吃一碗加了炸蛋炸猪皮还有大磅骨的螺蛳粉是怎样的体验呢 今天吃一家据说开了30年能加很多菜的螺蛳粉 有圆粉可以选有边粉可以选还可以选衣面 哇好多配菜炸腐竹酸笋什么的这些都是标配 看虎皮鸡爪炸蛋腊肠还有鸭爪啊猪脚啊炸猪皮 还有满满一大盆的大磅骨 要了一碗二两的螺蛳粉加了炸蛋炸猪皮 哇还要了一块大磅骨好多肉 哇还有一些螺蛳阿姨问你要不要 要的话免费送 先把螺蛳挑出来一会儿别磕到牙 还拿了一些酸萝卜啊酸青椒啊开胃解腻 好大一碗 我都怀疑能不能吃完 这碗螺蛳粉结账26 先喝口汤 有螺蛳的鲜味正常的螺蛳汤底 不会有特别重的味精的味道啊 它的油呢不是特别多 我要的中辣 我自己加了一些葱花加一点蒜末 这汤底更加的浓郁更加的鲜 这就是正宗的在店里吃的螺蛳粉的粉了 这粉很细 不会像我们买的包装的螺蛳粉的粉那么粗 滑 爽 有米香 打猪皮 这个也叫浮皮 哇 这个打猪皮吸收了汤的鲜美 像我们吃的青崽粥啊 就必有猪皮 价格不是很贵的夜市上面 一般都会用这个炸猪皮 来夹拌油发的花椒 其实非常像的 如果你没有很多的吃油发花椒的经验的话 很可能会被蒙骗过关 吃下它原配的腐竹 鲜酸不脆 但是韧韧的有豆香 吃下单家的炸蛋 有炸蛋的香气 大家吃过五柳炸蛋就可以理解了 它这个炸的比五柳炸蛋更要深炸 蛋黄蛋白都已经混合在一起了 大家自己在家煮这种方便螺蛳粉的时候 也可以自己尝试做一下炸蛋 很简单 但是可以让你整个螺蛳粉美味加倍 花椒米非常香 它这个酸笋都是肉的很嫩的笋 一点纤维都没有 它的青菜配的是空青菜 哇 其实来试试主角大棒骨 最喜欢棒骨关节上面那块肥肉了 肥而不腻 脆弹的 这个大棒骨本身有酱煮的味道了 但是它的味道不浓 所以泡在这个螺蛳粉汤里 它还微微吸收一点螺蛳粉的味道 关节上的脆骨我也很喜欢 太爽了 如果单加这个棒骨的话要13 但是如果点棒骨粉的话 就等于这个棒骨在粉的基础上加10块钱 先把肉取下来 哇 看 这么大坨肉 感觉比猪脚粉猪脚的肉还多 它们还配了吸管 可以吸骨髓 看 满满的骨髓 怎么更容易方便的吸出来呢 我喜欢先用筷子把骨髓给捣碎了 这样会更加好吸一点 有人喜欢整个吸出来的 整块的骨髓油脂都吸出来了 这骨头太多肉了 哇 感觉没吃完都已经好饱了 大家觉得这样一碗螺蛳粉 26值不值 我本来想来一碗鱼面加猪脚加凤爪什么的 但是实在是太饱了 我下次再来拍一次点鱼面 给大家看看广西的鱼面是什么样子的 好吧 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无所谓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评论关注转发 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 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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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